字幕 李宗盛 剛經過門口啊 有很多sng車我超緊張 想說我這個記者會的流程已經很讓我緊張 然後又 因為真的上一次也沒有這樣子跟大家對話 所以是真的蠻緊張 但我還是必須說真的很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然後很多的祝福很多的鼓勵我都收到了 像我媽媽很可愛 因為這裡人家都會盡量就能煮東西 就盡量煮給我吃 然後就叫我回家吃 然後有一天我回家吃 然後她就說我最喜歡吃紅燒肉 她就說我今天去買紅燒肉 My voice 就買紅燒肉啊 結果那個賣 因為她長期都是跟她買的 然後賣豬肉的人就說 送你一副腰花 你煮給水奶吃 你知道我媽媽就說你怎麼這樣 我媽媽那時候她跟我說 她自己有點激動 有一點感動這樣 然後當我媽媽跟我講的時候 我心裡也會覺得很溫暖 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好像把我就是當女兒 或者是很熟悉的朋友一樣的關心 對 那準備好心情準備簽字有沒有 呃其實沒有這個心情我想 你說的這個準備的心情其實是在 我相信在公佈以前那個是會最困難 對 所以你說的這個簽字那個好 反而對我來講並不是一個最難的部分 對 對 那現在還習慣給你 呃我想是可以的啦 對因為身邊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照顧我 包括我的公司花言 然後我的父母家人朋友 也一直都陪在我的身邊 對 那我覺得這個 我真的還是要講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人 我覺得不管經歷什麼樣的事情 我身邊的一切人事務 然後甚至呃整個呃就像你們也好 媒體啊 然後記者們 大家對我也都是很溫暖 所以真的很謝謝大家